1月2號,這個習五條出來推動這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麼我們看到兩會也是重申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整個情勢跟過去也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這樣的情勢變遷 那麼我們覺得在去香港 而且香港這個過去從他答應的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那麼香港民意的反應各方面的調查也大量的被限縮 所以也就是那個一國的精神更貫徹下去 所以這個情勢有一些變遷 因此我們覺得也應該比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麼政務人員、直轄市長還有一些社密人員 還有縣市長、那麼副大陸啊、副香港、澳門啊 應該有這個 這個像兩岸條例那樣的一個審查機制的建立 那我們目前在原理這樣的一個法規 沒有啦,我們當然是現在要他來說明一下 因為有些還是要事實認定啦 沒有那麼快啦 我們只是說那個法條裡面 如果違法最高可以花50萬 那有沒有我們還是要經過一關程序嘛 這個法治國家不僅要依法還要依一定的程序嘛 那就是違反我們規定的部分 主要是好像是說極其敏感的政治行為 是這個部分,是這個部分嗎 不是,現在一般來討論的是33條之一啦 就是那些合作行為 那有沒有這樣一個合作行為 所以只是質疑而已沒有確定嗎 那當然你不能衛審宣判啦 你目前看起來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現在大家都說陸委會好像衛審宣判 然後這個誤會啦 這個誤會,這是誤會 因為我們要,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請他來說明嘛 是不是有合作的行為嘛 這個我們不評論啦 我們是很正正當當的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沒有這種皇朝帝國王朝的時候的這種名詞啦 沒有這樣的職務設計啦 我們是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主委好像說有這樣辦嗎 總統大家也都看到啦 希望能夠如果這個法律上需要修補就把它修補起來嘛 大家都說陳菊以前也有去啊 陳菊才沒有進中聯辦耶 他沒有人 我跟你講歷屆的縣市長 包括馬英九、馬總統在內 當市長的時候 從來沒有進中聯辦的辦公室 所以中聯辦這個部分是踩到紅線囉 這個當然是非常敏感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我們不說整個社會都垮攔 包括香港都整個垮攔了嘛 可是昨天2001年的時候你有見過這個 你還宴請了中聯辦當時的香港的代表 賢葵山來那是我們約務嘛 現在的那個國台辦主任要來 或者說台辦主任地方台辦主任要來 上海台辦主任要來 或誰要來 我們也建立一個約務制度啊 賢葵山當年來是他來我們這邊啊 我們是一個約務請他吃個飯啊 那是我是彰顯我的主權行為啊 那那時候因為陳菊他是見國台辦 也見過國台辦主任 所以其實見國台辦主任這件事是OK的 這些本身並沒有不妥 你要承辦啊 還有一個重點是你講了什麼話啊 你做了什麼事啊 人家陳菊陳市長去那邊去 去告訴國台辦張志軍說 我們國家的總統 我們中央政府去詮詮我們的主權行為啊 是不是 謝謝